接下来为您播出夜线 欢迎收看本期夜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今天的夜线表面上看说的是一宗抢劫案 其实我们要说的是命运 会被不起眼的小事改变的命运 一起来看 2014年11月31日凌晨一点多钟 武汉武昌火车站附近的派出所里 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凝聚 当时我正在值班 突然有一个人在敲门当当当敲门 我当时第一反应 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重大案子发生 果然一名旅客背着包 过来之后警察警察 不好了 我在武昌火车站通 过通道的时候 被三名男子拿着刀 把我衣服划破了 然后从我那个内衣兜里面 把我的钱包掏出来 里面有一千多元现金 还有一部手机给我抢走了 他当时下了钥匙 又不敢报警 然后我看到他们 他们几个闲人逃跑了之后 然后他再赶过来报警 民警们立即到现场进行了勘探 解放们早已逃之夭夭 还原现场最重要的办法 只有调取现场的监控视频 做完现场的那个左上侧 就有一个监控 但是他当时的案发现场 是在一个台阶的平台上面 那么正好是监控的死交 但是三名嫌疑人 在10月31日凌晨 0点26分过来踩点 这个动作 我们全部记录在案 同时在20分钟后 在0点41分作案 到他们逃跑 0点44分 整个过程 我们监控画面都有一个还原 4块人指着这个监控画面 就说就是这三名男子 对我实施了强劫 而且特征非常明显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 他的个子不高 头发非常长 当时是一个中分 背着一个画板 上面穿着一件 类似于风衣的灰色衣服 下面穿一个蓝色的牛仔裤 根据受害人描述 其中一个大个人 上去拿着刀 将他身上的衣服划破 但这个时候受害人 有反抗行为 另外一个人上来 就拿着另外一把水果刀 就对着他的腰 让他不要动 最后一名就是 背着画板的那个嫌疑人 就掐着他脖子 把他双手固定 这个时候 然后有第一名嫌疑人 然后就是对他定了强劫 我们通过视频追踪 完原了当晚 三名嫌疑人的这个 跑跑路线和他的运动轨迹 三名嫌疑人做完之后 沿着中山路步行 经过起义门 最后消失在 宁江大道的江滩 当时我们想 这么晚了 深夜 三名嫌疑人 跑到江滩去做什么 只有两人可能 继续做完 或者经营分担 那么我们通过信息笔对 就明确了 其中两名嫌疑人的身份 两名嫌疑人身份明确后 第三名嫌疑人 就是背画家的人 身份却没有任何线索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因为我们火车站地区呢 背着画家 长画的栏不是很多 然后把白天龙像调取以后 给这个受害者变嫩 后来他就嫩出了 那个就是我们在 白天在我们这里 以这个画画为生的 这个长画栏 然后我们把它的视频的截图 拿下来就给我们部分人员 我们当时分析啊 因为他是居物定数 火车站这个地区 然后人力量大 然后比较适合他生存 所以说呢 我们分析他这个把抢 抢完了钱用完了之后啊 很有可能再次返回 我们对武汉市的三大火车站 武汉站 武昌站 和汉口站 对这个嫌疑人可能落脚的地方 我们都派人进行了 悟空守候 但是背画家的嫌疑人 会不会真的出现在这里呢 六天后奇迹出现了 走到一个抢梯口的地方啊 看见上面睡了一个人 当时我们没在意啊 我们走过去了之后啊 突然一回头 看到旁边有个画板 咦 这个会不会是我们当时的 作案嫌疑人呢 当时我们就悄悄地走到 他的旁边 你看他的头发 和他的当时穿的衣装 还有他当时背着包 和这个作案视频的嫌疑人呢 极其相似 但是我们又怕搞错了 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派人 把这个人守着 另外几个人呢 就去找这个受害人 打电话通知受害人 受害人不到十分钟 他就赶到现场了 一辨认真好是犯罪嫌疑人 所以我们就在立即进来抓 抓他的时候啊 他还是属于一种恍惑中 他刚才估计是把他惊醒了 他是从睡眠中惊醒 他一惊醒完一 你扭头一看 后面是几名警察 你们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抓住人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没有名字 我姓姜 我说你身份证呢 他说我没有身份证 现在我们依法这里进行人身安全检查 请你配合 听清楚没有 好 然而在接下来 他被带到派出所后 他的表现却更让警察们觉得匪夷所思了 因为他一直说自己没有身份证 而他给的一个叫江友友的名字 在全国人口信息库里面也根本查不到 他说他的名字叫江友友 是长江的江 朋友的友 他今年24岁 但是我们怎么看他这个面相 就不像24岁的一个小伙子 看着有点长伤 至少应该是在30岁左右 然后他说的这个身份信息呢 我们又无法核实 所以说我们第一反应 就是说觉得这个人说了假话 而关于为什么没有身份证 这个江友友是这么解释的 他说他是13岁 跟着一个修锅的师傅到外地 去跟别人修锅 后来到一个地方去了之后 被别人驱赖 一驱赖之后 然后他年龄小 他害怕 都和他师傅冲散了 冲散之后就找不到师傅了 怎么办呢 他又没有身份证 还小 然后就跟着一个艺人 在外面学画 在全国各地 包括成都 重庆 还有广州 全国各地到处留了 在成都那一天 我画画是 那一天挣到一千多 将近两千块钱 那一年 那一年我乘到将近五百块钱 我的感觉就是 他在跟我们讲故事 我们作为侦探人员来说话 对他来说的话 真是半信半疑 他能在我们这个地方作案 我想他以前 他会以同样的手段在外地作案 我们也以前也曾经碰过这种事情 就在一周之前 我们站前派出所 也是因为一个没有身份信息的一名闲人 他是在外潜逃了十五年的一个杀人犯 通常这种有过前科的 他是为了逃避打架 他从一个地方潜到另外一个地方 一名买信 因为车站派出所 常言承担繁重的防空防暴的任务 根据上级指示 他们把这个身份不明的奇怪的嫌疑人 交给了另一个派出所去审查 那么接下来的故事会怎样继续呢 很疑惑 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出门在外 到现在被我们抓获 这个十年间 他只剩这个十年的时间 这个他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他是不是会被人家拐骂 还是他自己复案在身 或者他是冒用其他人的性命 警察们决定把姜悠悠的身份 弄个水落石出 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姜悠悠说 他跟师父一起去修锅的地方是兰州 而他的老家是安徽 但在安徽的具体什么地方 他却说不清楚 而且姜悠悠又只读过半年书 会写的只有这么几个字 所以民警们只有根据他的口述来记录 通过他的询问笔录呢 发现他说的这个地方 是安徽镇阳县这个地方 我们打开这个安徽的全省地图 找安徽全省的地名 发现没有镇阳县这个地方 所以他父亲叫大毛 他母亲叫二梅 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然后那个朱师傅家 还有一个小弟弟 他这个小弟弟的年纪跟他差不多大 姜悠悠提供的信息到底是真是假是对是错 只有一个办法才有可能得到答案 那就是远赴安徽到实地去考察一番 林警们申请了出差 我们多次进行的提示 主要是针对他所记忆中的家庭的环境 家里所处的地理位置 周边的情况 包括他的村里相邻的一些邻居家里的情况 还有他一些口音 都用他本人说的这个土话进行了记录 比如说他们当地叫那个小孩子 就叫小儿子 包括他说的那个他自称是拉布隆乡 拉布隆这个地名我们当时查了 在官方的安徽境内没有拉布隆这个地方 官方没有这个地名 第二个按照他的口音的话是正阳 正阳 也就是我们用普通话就转化成普通话就是正阳 实际上正阳这个地方在安徽也没有 他说的第三个就是往大的这个范围 他说是安庆 后来我们在安庆范围内查找 其中呢就发现有个中阳 中阳 当时与当时中阳的地方联系了 问他们中阳怎么发音 他们正好说了 那个口音也就是中阳 第三个呢 当时他说了 他站在他的出生地 基本上都是山区 其中爬到一个山 山上有一个宝塔 宝塔放眼过去呢 按照他说的是婆阳湖 婆阳湖 但是婆阳湖根本就不应该在安徽的境内 应该应该 婆阳湖应该在湖南的境内 可能也就是说有湖 然后他说的他父亲叫姜大毛 实际上我们在那个人口系统经营里面 也查不到姜大毛这个名字 那么这趟差会有收获吗 后面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 决定出差呢 我们心里是没有底的 一个呢 这个据嫌疑人交代呢 他在流浪期间 救助站曾经把他送回过安庆 由于他那个离家时间长 离家时候年纪小 加上是容是茂的变化 他没有找到回家的路 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后 我们再去他所说的这个地方去查找 我们心里是很没底的 我们当时想的是到当地一个是查找他 所说的地名 有没有这个地名 第二呢 到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寻找 有没有他父母的基本情况 或者他所说的这个他哥哥 弟弟的基本情况 第三个呢就是看找不到到那个 他所说的那个那个猪师傅 还有一种可能 这可能是一被拐卖的儿童 被拐的时候特别小 什么都不记得 后来呢就被从这个人手里 倒到那个人手里 也捣乱了 最后就什么都记穿了 哎呀 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孩子的命运可真够坎坷的 你这十年呀 怎么怎么样的 你以画画为生啊 我觉得真是不容易 我看大家伙也别猜了 这十有八九啊 就是被抢劫犯编故事呢 现在这坏人呢 可会编了 编出这么一大堆了 给你弄个晕头专项的 我告诉你 没准他身上啊 背了一堆的案子 这就是找托词呢 哎 咱先甭管他犯没犯罪啊 我就有感慨 你说他呀 也没上过什么学 一个流浪儿 他就自己胡乱学学画画 他都能画画养活自己 说明他挺有天分的 这样生活在一好环境里 正正常常的上学 没准现在就真是个艺术家了 哎呦 命啊 命啊 哎呀 以前我就跟大家说过 咱们抓住一个犯罪嫌疑人 把案子破了 不容易吧 你看看 你看看现在 抓住了还没完呢 再来查他的 查他的姓名啊 你到底这种姓名是什么 你家庭住的是什么呀 你看看 这搞来搞去的 越来越复杂呀 真麻烦 这事也说不好 你看他能画画 还能挣钱养活自己 说不定他背后有别的故事呢 没准受过什么教育 有什么奇怪的背景走到了今天 这事啊 我觉得得仔细去查 现在犯了抢劫这件事了 认真真真查吧 没准背后还有别的事 关于这事啊 七嘴八舌的议论还多着呢 我们到了中阳县公安局之后呢 刑大队的领导很重视 然后我们就给出了嫌疑人的一些特征 刑队的马上安排 因为他们提供的这个文化材料上 笔录上呢 所以记录的这个应该说都是音 音就是我们说的 它跟这个普通话肯定可以区别 那么说讲的都是同音词 所以讲的 他说说安徽 我们的安徽重阳 但是从他表述的口音来讲 还是有误的 包括呢 后来说的这个家里面人的基本情况 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家门口人的这个姓名 我们通过这个公安的仓口情绪来查的话 没有发现这几个 查找近十年来 他们辖居失踪孩子的情况 但是跟我们这个行为人的特征比对 没有对上 然后又查找这个 江二毛 二媒的情况 在他们的当地人口库里面 也没有查到 当时我们一看到这个情况 当时心里就凉了半截 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就 就是不是到此为止 在这个时候呢 在他们宪官局开会的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突然说了一句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好像有一个这么个失踪的事情 但是跟你们说的那个事情不是很像 他说你们说的这个孩子失踪了十多年 但是我们那个失踪了有二十多年了 然后我们就赶紧去问那个所长是哪个地方的 那个所长说他是惠公乡的 虽然情况有些对不上 但民警们还是决定到乡里去碰一碰运气 宁可姓气 到了惠公乡派出所之后 这个惠公乡就安排了他们一个寡护镇的所长 专门来接待我们办这个事情 这个所长就跟他们村 这个乡所处的村的几个书记打电话 打电话打了好几个村 问了村里和村里干部联系了 联系了当时村里干部都讲没有这个人 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那个拔茅村的数据会画 说有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跟我们说的这个十年前的事情 失踪的孩子不一样 这个他是二十多年前失踪的 民警们在镇派出所查看了这户人家的户籍 九几年还没有这个户籍还没上电脑 就是我们在档案室查了 把这个残局人口这个资料调出来一看 他突然一看就发现他家里有两个叫 一个叫姜西平 还有一个叫姜贤平 那户人家的户主并不叫姜大毛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户籍资料的另一页 却有个姜友友的名字 就是有一个叫姜友友 这个资料不齐全 就是上面简单就登进了一个名字 只有一个名字上面 这个姜友友是不是与警方抓到的嫌疑人 是同一个人呢 为什么有很多信息对不上呢 民警们先了解这边的情况再说 书记他就先给我们介绍 这个村里确实有这么一个事情 在94年的时候 这个村里的一个姓朱的师傅 带着那个邻居的孩子出去打工 把这个孩子叼失了 有没有这孩子 我们也当时我们也找了 我们村子 当时我们的排队所调整很明显 我们也找了 到处找 就找不了 并且叫他那个师傅朱英俊 不认了 给他干事 满洲去找 也找不了 有一些是给他师傅给卖的了 有一些师傅给他打死了 所以过了这个流言蜚语度 所以当时他师傅 就往地下一跪 他说我根本没有打死 也没打他 也没骂他 去世他跟我喊声 也走牛市了 两家还扯过皮 最后朱师傅还在94年的时候 还赔给了这个另外一家 总是孩子的一家 赔了一万块钱 因为当时这个时候 是我全家的 不清楚 就他拿了一万块钱 给他登钩 就是孩子找到了 一万块钱还给他 如果找不了 就算了 是这样去的 然后我们就跟村书记提出来 我们能不能见一见 那个带孩子出去的 那个朱师傅呢 那个朱师傅现在还在不在村里呢 那个书记说 那个刚好 那个朱师傅站 我说我们需要马上见一下 他也把照片拿给我看 我去欧洲多年了 那是他珍贵还是个小孩 我看看 我看看我不认识 认不出来 虽然朱师傅不认识这个姜有有 但村长却认为 这个姜有有 就是当年村里丢失的那个孩子 所以一行人决定 在村书记的带领下 去这户姓姜的人家里看看 到那个村的时候 进去有好远 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看 在路边有一个老农民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叫什么农 我们当时没听清楚 后来那个旁边的村干部 这个会普通话 他就说 这个地方叫拉布隆 我们这个时候当时心里就好高兴了 终于找到有这个 嫌疑人交的一个地方吻合上了 拉布隆这个地方 但是那不是个乡 也不是个村 它就是一个 他们当地土化一个地面 看到这个山顶上确实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塔 我们就爬上去 发现那个 站在那个塔 他们看不到这个安静寺 只能看到中央线 当时我们就觉得 这是不是不是说的那个地方 就这样在悲喜交下的情绪中 一行人到了江家 然而到达江家后 他们却很失望 江家只有江家的父亲一个人在家 江家的父亲呢 他现在已经接近七十岁了 双耳失聪 而且有老龄痴呆 完全没法交流 我们给那个 把嫌疑人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 他已经根本不认识了 问这个是不是你的儿子啊 他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个到底是谁 问他这个儿子小时候 和生长什么样啊 他也描述不出来了 沟通上出现了很大的这个障碍 我问他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呢 他说还有还有老婆 还有两个儿子 不过紧接着又突然出现了惊喜 问那个你老婆叫什么名字啊 他说叫二梅 我们当时心里一下子惊喜起来 你老婆叫什么 他说叫二梅 我说姓什么 姓钱叫钱二梅 当我们民族问到你叫什么名字啊 他说叫姜大毛 这时候又一个 就是又出现了转机了 这是否就是我们的 目前在押嫌疑人姜悦友的 他父亲呢姜大毛呢 根据这个情况呢 他有几个姜悦友交代 也有不吻合的地方 不吻合的地方 也有吻合的地方 吻合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在于他的父亲的叫姜大毛 母亲叫二梅 其中单多出了 有一个前二梅 民警们给姜大毛照了一张像 取了他的DNA 结束了这次行程 要么等待DNA的鉴定结果 要么等联系上姜家的母亲 12天后 让民警们意外的事情出现了 我们所里接待了三名同志 他们一个呢 就是我们期盼已久的 他的村里的书记 书记带着一个老年的妇女 和一个年轻的女孩过来了 等一下我想 您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秦若梅 那你进来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您儿子姜中友 一个是丢失亲生儿子 二十多年的老人 一个是号称自己离家流浪了十多年的浪子 他们会真的是亲生母子 会是对方要找的人吗 你怎么吃呢 你人们怎么吃呢 我不能吃 我不能吃 小孩儿听不听什么 我兄弟不听你 你今天几个 我今天三个 今天三个 你是老子 我老子 老子 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 你个字 我妈妈叫姜二妹 我大大叫姜大妈 姜大妈 你妈妈叫姜兄弟 是吗 是吗 我兄买的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我们今天在聊不久以前 发生在湖北武汉的一宗抢劫案引发的寻亲案 到场嘉宾马亭德律师 心理咨询师 张晓彤女士 欢迎两位 我觉得我先由衷的夸警察几句 这几个警察真是很负责任 其实就是抓个抢劫犯 按破了 抢劫犯抓着了 也就行了 该怎么判怎么判 实在使不了别不了身份 就只能压着 那也是没办法 就这个找 最后他们完全变成了那个志愿者了 替人寻亲的志愿者了 跨着省 跋山涉水 根据几乎没有的混乱的线索 四处去打停 这个工作量相当大 确实很辛苦 也确实很负责任 就是他们这么非得要找清楚 这个抢劫犯的身份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意义大吗 马力士 首先从我们刑事打击上的情况来看 它的意义特别的重大 第一个是因为 如果说一个犯罪嫌疑人 他在几年前犯过一个罪 受到的刑事处罚 后来我们叫刑满释放之日期五年内 如果再犯罪的我们这叫做垒犯 垒犯按照刑法的打击政策叫做从中阻罚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的抢劫的量刑是三到十年 那么我们是四年也行五年也行 但如果垒犯的话 我们可以判的七年八年甚至九年 只要你是垒犯 但如果你这个人你编个名 你换个名 我就不说我是什么 我就不说我叫什么 那OK你的垒犯的前科就找不到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有的人他有的不单是咱们 这个案子这种情况 还有人虚报自己的年龄 明明够十八了 偏说自己十六 你又查不到他 那么十六到十八对很多犯罪 我们是有一个犯罪是不 而是要重庆处罚的 所以这样一看的话 我们的刑事政策打击的来看 就是查清他的年龄 非常有必要 还有我们对于犯罪协议人 如果以后你要适用缓刑 你要起网后审 都放到严级去 你这没有的话 对他的这一些的权益 都没有办法保障 所以我个人认为 于公于私于哪一方 查清他的年龄和真实的性命 都是非常必要的 马律师说的是于公 说说于私 你说这孩子如果真的 就是一辈子没有亲人 永远找不着家 是个可怜的孩子 孩子如果真就是这么丢了 那个爹妈一辈子 找不着儿子 是可怜的爹妈 包括我觉得如果他真是那个 修锅的猪师傅 给丢了的那孩子 这猪师傅可真倒了霉了 带着小学徒出门干活 把人孩子不小心给丢了 从此之后背上了 把人家孩子给卖了 或者把人家孩子给杀了的罪名 属于那个抬不起头来 一辈子有精神负担 而且当年为了赎罪 赔了人家一万块钱 1994年贫困农村的一万块钱 相当于差不多相当于今天 你跟随便医护人家说拿一百万 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数字 我相信那一家也有很多年是 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来 所以其实这是余思议 如果真能找到了 对大家都是一个了结 是一个放松 但问题是即使是相是找来了 但是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平常我们有一个传说说 如果真是亲人 有一种奇怪的血脉相亲 即使长下全变了 你一看见他心里一动 你就感觉到了是什么 那是文学作品 你没看吗 心里没动 现实中几十年过去了 跟妈见面也不认识 跟师傅见面也不认识 其实谁都不认识谁 那怎么办 其实这里边就反映了一个 特别真实的问题 大家特别期待 看见那一瞬间感情爆棚 但是实际上 人的这个生长过程当中 记忆是有段落的 像一个女孩子 她从两岁开始有记忆的 在心里留下来 将来能注意的 而男孩子要四岁才开始 他有马里鞋 对对对 那到十三岁来说 他相对来说 有脚完整记忆了应该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大的落差 如果他真的是 这个前二枚的儿子的话 那我不得不跟大家说 这里面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叫创伤心理 那么也就这个孩子 在十三岁非常小的时候 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离开家乡和一个朋友 或者邻居出去打工 又丢了这种严酷的背景 也就导致他后来的生存 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受过很多的伤害 当我们人遇到连续的 不断的不可抗的伤害的时候 会选择什么 从内心的思想上 不是主观故意的 去屏蔽一些记忆 那么这个时候 他没有办法去抗拒 也有可能你记忆中的二十年 就变成了我的十年 因为我的有一些记忆 是被抹掉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特别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大家说亲人之间相惜什么的 历史上有个特别经典的心理实验 一对单卵双生双胞胎 一个放在城市 一个放在乡村 养大养到18岁 两个孩子长得不是很像 性格差异巨大 判断事物差异巨大 这也就是说什么 生存环境也决定了这个姜有有 会对过去有不一样的记忆 有偏差 导致最后他们可能相见不能相认 那就相见不相识了 最后能怎么着啊 最后如果这样的话的话 我们基本上如果实在 就是我们公安机关说 你看我们就查不清了 查不清怎么办 这个案子不能无限期的拖延下去 我们就按照现在现有的证据 和我们现在现有的法律规定 按照他的自报姓名 移送人民检察院審查起诉 我现在不是说的判刑 我说的是明明你觉得是亲人 却相见不相识 你能怎么办最后 你最后呢这种这种关系下 我们如果没有更高的证据 我们可以做订阅鉴定 强制他就是我们订阅鉴定 能够达到说你们俩就是的话 那他没有办法 他否认不了这一点 好 那么当年小孩到底是怎么丢的 那个孩子是不是这个孩子 这个妈妈是不是他的妈妈 几十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这个我们将在明天揭晓 那么刚刚马律师说到了DNA 其实我想说这件事哈 就是感恩现在的这个科技发达 有了DNA鉴定这回事 使得亲人的相认成为可能 要放在以前 其实真的是没办法 认不出来就是认不出来了 那么现在呢 就是为了让那么多失踪的 和拐卖的孩子和亲人 能够相认 近几年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公安部 建立了一个很大的DNA库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有一个 建立一个这么一个常识啊 比如如果你家的亲人走丢了 孩子丢了或者是被拐了 你干什么呢 第一时间去留孩子的DNA资料 就是比如孩子的衣服 孩子的梳子梳子上 有没有留下孩子的头发 就是跟孩子密切相关的 那些证物赶快拿出来 能提取孩子DNA的留证据 同时家长抽血 留自己的DNA样本 对 然后全存在这个库里 而且如果你是孩子丢了被拐卖的 这种情况 国家不要钱 是国家出钱给你做的 对 所以呢你赶紧留一份档案 这个档案是干嘛使的呢 万一什么地儿捡着孩子了 什么地儿 姐就被拐儿童了 直接一抽血一鉴定 一对立刻就可以找到 呃 如果现在眼前没有真的被拐卖了 卖到别人家去了 往往会发生那种20年30年后 对 孩子慢慢地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想找 回过头来 只要一抽血 依然能跟20年30年前的那个比对成功 所以还是能找到的 对 因此这个方便多了 所以其实对 大家要有常识 就是留DNA资料这件事情 实际上 以往 其实以往也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被拐卖的孩子 他非常聪明 他就感觉吧 他现在跟着这个父母格格不入 长得也不像哪儿 生活习惯哪儿也不像 他就很奇怪 于是乎 他在他有机会的时候 他主动到了公安机关 他说我要做一个DNA 你把我放到库里去 我怀疑我跟我现在的父母亲不对头 结果你猜怎么着 像您刚才说的 确实他的父母亲提前把他的 把父母的这个DNA就放到库里去 果然就还得比对 居然找到了 是非常可喜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库的作用非常强大 所以说现在这个普及也很重要 就是说很多人 比如今天我要没听张老师说 可能我就没有这个概念 那么也需要让大家更多的人去知道 遇到事情了 我们不要光慌张 光忙乱 要积极的找办法解决 即便当前解决不了 没准十年二十年之后 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对 这也是时代进步 我想想当年那么点个孩子 对 就胡乱的跟着出去学修锅 然后我一看这朱师傅都到现在了 朱师傅也没多大岁数 可见几十年前带着孩子小学徒出门的时候 他更年轻 对 基本上属于一大点的孩子 带着一小点的孩子 就这么俩孩子能好好地照顾自己的 在马路上走一个插路口就能丢了 丢了就那时候文化水平也低 对 插手能力也差 一辈子都插不着 这人可能就一辈子浪迹天涯 一辈子不知道自己是谁 说起来真的是可怜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科学 尽可能地依靠一些有力的条件 把能做的事情做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